早晨 又是一個早早 現在時間未夠7點 我就上了天台做農夫了 早前我在IG開了一個Q&A 很多朋友不是問問題 而是想看天台、種東西、無農的生活 我今天就帶上相機過來 現在很早 我就不太化妝了 帶帽不是造型 是因為硬一點會很曬 我就帶帽 通常我會在天剛光上來 因為如果很熱 泥又熱、水又熱 對植物不好 所以大部分我做中的東西 都會在現在6、7點 晚上黃昏時才進行 今天的計劃應該要做2小時左右 因為待會大家就會知道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農夫的工作 其實天台這裡是很簡陋的 左邊是現在種植物 然後中間這個是我昨天做的菜田 然後今天我的目標 就是做這個高生 對啦 不如帶大家看看 青瓜上個星期吃完一條 它又有了 有這裡一條 這條應該是不行的了 它淺色 我硬一點就會摘 要那些養分集中在一些成功的地方 後面都還有一條 然後旁邊我的番茄 還沒有結果 但是那些花已經開了 然後呢 番茄的旁邊是有些蔥的 我種了兩棵 就會有九層塔 然後這個是怕臭草 很好玩 我是打算種你 讓自己玩 然後就有一棵的茄薄 有薄荷 這裡是薑 我看到家裡的薑 出了牙 我就拿上來種 然後這裡是 咦 有一個膠袋 對了 會是士多啤梨 再旁邊就是大家見過的 這個是辣椒 然後這個是切瓜 很大堆花的後面 應該是有個小節瓜 但是呢 有沒有蜜蜂 今天沒有 看到嗎 在這裡有個毛毛的瓜 然後這一棵是雞蛋花 之前是打蜂的時候 我收拾了一條的框 它什麼都沒有 現在開始生葉了 然後下面就是菠蘿了 這個是菠蘿的頭 原來種菠蘿不是放種子 而是斬了頭出來 放下來 它就會生生葉 然後慢慢成長 變成菠蘿出來 再來上面就是我的檸檬樹 因為之前太大雨 它打了一些葉 很多都爛了 讓它重生 再旁邊就是火龍果 它好像有一點點病 但是我到現在都未想到是甚麼事 我還在上網找 上面這個火龍果 就是附近有人住 給了一個節枝 我一邊種 它就生了上面這一段 但是我都用到一些火龍果的種子 輸入給大家看 它的苗是好像很小棵的仙人獎 最後這兩棵是上次黑羽 所以全軍覆沒 我很努力去救 暫時都好像沒有生命跡象 咦 你都起床上來了 我們的霧龍小狗 還有金山也上來了 我有兩個霧龍的小幫手 嘩 你都上來了 是嗎 唉呀 好了 我們開工了 這隻狗是對它的位置有要求的 怎樣 今天有沒有滿意 OK了 對吧 如果剛才我們還沒拿這個枯筍上來的時候 它是不願意坐的 它要這樣坐可能是兩個枯筍 一個都不行的 它是要坐兩個枯筍 就好像現在這樣 放了東西在中間 它就會很爽的了 是嗎 放在這裡中間 現在我正在做這個菜田 底部我正在鋪上桃粒 因為可以幫助梳水 令到你淋花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容易積水 旁邊我正在浸一些椰磚 它慢慢浸開了就會變成一堆泥了 我不是只用這個泥 因為如果全部我這裡都是鋪一些深色 就是好像旁邊的這些泥 很貴 我一包是要差不多300元 所以我就用了一半的椰磚 然後加一些的肥料 然後再加一部分的這些泥 這樣就可以混合這裡 整個菜田了 這些椰磚我就要慢慢浸 浸大約半個小時多一點 就要中間不斷捏它出來 令它吸水 它就會變成一大堆的泥了 看這位小姐在做什麼 嘩,在玩泥土 剛才那些泥磚已經全部變成泥了 但是它還可以再加多點水 因為它還有這些一塊塊裡面是乾的 嘩,好像朱古力蛋糕 哈哈 是不是雪凍它就可以了 你是不是肚餓 燒了很多 裡面還有很多水 試試站上去踩 神經病的,你來了 不是 我這個不是教學 哈哈,這個是戀來的 對,這個是戀來的,大家不要跟著 然後就看看我們的小助手 插吧 好,先介紹我們舊友的植物 這些是觀賞用的植物 首先是仙人獎 有兩棵 這個跟了我們很多年了 是不是 然後就是我們的小草 這棵是曾經死得只剩一枝枝 最終它搬過來之後,看看多貌勢 就是我們的六妹兄弟 怎麼叫兄弟 哈哈,不是嗎 看看多綠 這棵就要去修剪一下 昨天我又是弄了一棟泥 然後一直弄,我的植物夾斷了 整隻脫了出來 不過不要緊 都過了幾月,都差不多是時候要換了 今天順便幫毛花果進來 這個我用水浸到它出了少少根 然後又出葉 應該可以入盤的了 差不多時間了 它生出來的葉很細粒,很有趣的 出發 Hello 你在看爸爸跳繩了是不是 過來看看小狗 哇,你真的很爽 哇,夠不夠?是不是還沒夠? 怎麼夠呢? 放拌菠蘿蔥 不, нап掉菠蘿蔥是足夠的 怎麼適合增菠蘿蔥 把菠蘿蔥甩湯製 現在8點半而已 我不可以勾 productivity 都差不多了 蔡田1號 蔡田2號 準備 這就是我在小島的清神農夫生活 大家有留意到後面是有一張桌子的 我的最終目標就是可以在冬天的時候 一直在天台吃火鍋、燒東西吃 然後想吃什麼即擇即煮 想起都覺得很興奮 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留言 然後隔點時間我跟大家更新一下這些蔬果的成長過程 可能在市區是比較少體驗到的 謝謝大家陪了我們一個早上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